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兴旭 在挑选这个角色方面 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其实我自己是 首先看到一个剧本 然后这个角色我是否是喜欢 和我是不是很像 然后我愿不愿意去 为创作它 然后为它加分 对 这是我的一个标准 你当时挑选的时候是你什么好喜欢 拿到剧本以后 先跟导演和制片人聊了一下 可能对方会觉得 我会像一些李承宁的这个感觉 然后也可能是看到我在射雕里面的表现 对 杨康的那个状态 然后看到剧本的时候 我真的很喜欢李承宁这个角色 它很有挑战性 你为了多少时间才能做什么事情是吗 至少一个半月左右吧 杀了青以后 我记得是病了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 它其实不是一直在发烧 是发烧好 发烧好 发烧又好 这样 你有看到这些创作人的 创作人的角色是怎样 还顺利的感觉 是 因为我可能还算年轻吧 然后 对 就是 在一些经验和阅历 一些方面上面可能会晋能 所以说我需要把我自己先变成那个人 先去让我自己相信 我就是那个角色 我就是那个人 才能去可能表现得更好吧 第一问题是做一点吃货 你是在家会自己做的吗 会 但是做的不好吃 我再努力地去学 如果愿意到美食形容品 结合的是什么 蛋糕 从凉坑到里程银 快乐 做好听 分享一下你的减肥心得 我瘦了20斤 对 然后减肥心得就是少吃 多动 假如你是一个巨龙 唯一的男人 请脑洞一下就不需要 地球上就剩一个男的了 然后就是要这个男人要工作很多的事情 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支撑整个这个世界 你霸气和呆萌转换自由 可以对这进口演绎一下吗 这是霸气啊 呆萌 下面我们准备了一些礼物 如果是送给粉丝的话 你会挑选哪三件 所以怎么可以 好的 在这里 我觉得第一件我肯定会选香水 对 因为我觉得香水是一个女生 就是都希望在大家面前是香香的一段 第二个 如果是女生的话 我会选择口红 对 然后会涂一些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色号 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 我觉得是防晒 在拍摄的过程之中 都会有在夏天会有一些大太阳的天气 所以就会用到一些防晒 我觉得女生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这样的保养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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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